接着来看的焦点是国民党总统参选 韩国瑜被爆买7200万的豪宅 民进党紧咬他买房的动机跟金流来源 而韩国瑜澄清就是单纯的买房卖房 而不止豪宅争议 绿营还加码爆料高雄市府有夫人帮 李嘉芬本来还打算安插闺蜜 进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好 这日国际焦点先带你来看的是 美国总统川普想要拼连任 恐怕还得看乌克兰的通话门事件如何发展 尤其是现在美国驻欧盟的大使自打嘴巴 承认他确实有跟乌克兰官员提过 要是不调查拜登父子 就可能会冻结对乌克兰的金元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最近又有大动作 突然召回了被流放海外超过30多年的叔叔金平日 金平日是金正恩的爸爸金正日同父异母的弟弟 而且长相酷似金日成 曾经被视为接班人选 外界就解读金正恩召回他是为了巩固政权就近监视 大家来看今天的大选民调数字 首先来看今天是台湾竞争力论坛公布的最新民调 韩国瑜的支持度是33.6% 而蔡英文的支持度则是有42.3% 蔡英文是领先韩国瑜8.7个百分点差距缩小了 而台湾竞争力论坛的分析是说 差距逼近是因为韩国瑜最近开始抢回了话语权网路声量高 再来看的是未来事件交易所的市场预测 截至10月5号 韩蔡两人的平均交易价格 韩国瑜是48.14元 蔡英文虽然仍旧是领先的 可是未来事件交易所同样显示 双方的价格便接近了陷入胶着 那么他们的评论是说 在反送中议题热度逐渐退去之后 民进党的议题主导能力变弱 所以才会让两个人的交易价格变弃 年轻主权选票向来被蓝绿视为决胜关键 就带您来看有统计结果显示 真正影响年轻人投票的这个决定性因素 是都市化程度 都市化程度越高的这个乡镇市区 会呈现选民年龄结构 越年轻投票率越高的趋势 上次这个高度都市化的市政 他们的平均年轻指数是0.36 而投票率平均是高达67.89 而相较之下 我们再带您来看偏远市政 平均年轻指数当然就比较差了0.34 而投票率平均只剩下57.86 所以真正要进一步争取到 年轻选票的支持各政党 也必须要考量到的就是都市化的程度 才能够更贴近这群关键选民 再来关注的是公共建设 是国家硬实力的一部分 不过远见杂志检设了台湾的公共工程建设 发现过去20年来 许多公共工程出现一个普遍的现象 就是延宕率 而且有超过八成 恐怕会拖垮竞争力 好 那像是像南方澳大桥 这种断裂的事件 事隔一个多月了 到底现在处理的状况如何呢 其实透过科学仪器 憾事可能不会发生 就来看看台湾一位71岁 非破坏检测检验师 他就像建筑物医生 发胖跟死亡率有什么关系呢 大家都知道饮食不正常 经常暴饮暴食就有可能会变胖 而且会摄取过多的糖跟油脂 其实过去许多研究指出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代谢变慢 如果又不养成规律运动习惯的话 肥胖如影随形 有学者就研究指出 这还跟死亡率有密切关系 肥胖有害健康 而且会引发高血糖高血脂 甚至是中风的风险 还有一个就是OSA 睡眠呼吸中止症 而事实上这些都是引起 肥胖的危险因子 如果你平常不爱运动 甚至喜欢吃高油炸的食物 可要注意了 因为随着你的年纪越来越大 体重不断的增加 死亡的风险也就越来越高 吃少一点多运动 医师不断的叮咛 饮食控制很重要 对本身就有高血压的张先生来说 确实要从饮食上先力求改变 就是因为血糖过高 会引发许多潜藏的疾病风险 有一直想要减肥 但是就减不下来 但比如说你如果很年轻的时候 就已经发胖 然后你发胖时间是很久的 但其实你长期 不如在肥胖的风险之下 但我想你的风险 应该是会更高的 专长高血压和心脏管手术 心脏内科医师 造书瓶不会炎 现代人饮食偏好暴饮暴食 热量控制又做不好 再加上爱吃高盐及油炸食物 甚至饮食不正常 导致肥胖 肥胖的人其实比较容易 会有三高的问题 包含像高血压 糖尿病 胆固醇 他们肥胖的族群的发生率 这些疾病发生率是比较高的 从这张CT电脑断层 可以很明显看到血管 由粗变细导致主色 做了心导管气球扩张术 血管变宽了 血液变得畅通 根据研究指出 早胖和晚胖 与死亡率有关联 25岁到中年时期 也就是平均47岁 从非肥胖变成肥胖的人 总死亡风险增加22% 心脏相关疾病死亡风险增加49% 如果从年轻到老都是肥胖的人 25岁之后总死亡风险增加61% 心脏疾病死亡风险增加115% 已经算是病态肥胖候选人了 不断地提醒再交代一定要减重 今年46岁梁先生因为工作繁忙 经常让他三餐没办法好好准时吃饭 导致他晚餐很晚才吃 平常又爱喝寒糖饮料 深夜吃油炸食物 身高168公分 体重105公斤 身体质量指数37 属于重度肥胖 很喜欢回去买个咸酥鸡啊 或鸡排来吃啊 就买一些小样饮料来喝这样子 死亡率绝对是跟肥胖有关系 一旦有得了肥胖症的话 那很多慢性疾病就跟个慢慢的早上门 肥胖不只影响外观 同时也是健康的隐形杀手 但要如何避免肥胖 平常饮食最好少油少盐少糖 而事实上呢 在饮食的时候呢 尽量多摄取像这些原型食物 少吃加工类的食品 就能够大幅的降低您的肥胖发生率 纤维的部分 蔬菜的摄取够不够 那米饭的部分 尽量避免吃一些精致的米主食 专家建议 正确的饮食观念 在规律养成良好运动习惯 就能成功减重 千万别让身上的脂肪 持续堆积 胖下去 TVBS新闻 叶俊宏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导 把镜头转到日本 日本为了协助福岛走出核灾阴霾 特别在南向马市设立机器人秘密研发基地 预定在明年春天全面启动 TVBS独家带您 先进入这个机器人 中心采访